墙下联合翻导超车华为系第一台NPV竟然是我们都熟悉的它 搭载各界和Avita同款的ATS3.0 意味着激光雷达端到端代客泊车都会安排 车长5米3多可谓是NPV里的绿巨人了 换了个新装网有点牢 大家喜欢吗 喜欢冰箱踩遍大沙发的人家压缩机冰箱八块屏三台书奖 这你受得了吗 来看全新的蓝图梦想家 这回外观内饰配置智能化多维生机 一起来体验一下 哈喽大家好 持续在前线追新车双双 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其实我们团队前两天刚从吐鲁番下册回来 而就在下册车队里面就有这么一台蓝图的梦想家 一回来我第一台去看到车就是新款梦想家 所以这回在体验上没有特别多想跟大家分享的 但我相信大家会点击这个视频 也是看到说标题什么 华为系的第一台NPV 但正如大家现在这个摄像头所看到的 你看这车前锋挡上边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所以意味着华为智驾包括鸿蒙座舱 在咱们接载展车上面呢 还暂时无法体验到 但我觉得吧 它这个华为的HM模式的一个合作 很有可能是在之前一个配置像 尊贵版旗舰版上面再加上一个智驾版 那大家觉得有华为系智能化加持 溢价多少消费者会买单呢 外形上呢 这回尺寸是没啥变化的 然后最明显就是大家现在这个角度看到的 中网款式发生了变化 那像之前的那个蓝图梦想家 它是也是数条的镀铬 但是呢相对稀疏一点 然后底部会有点类似于像柳叶旭这样 勾那么一下 那现在新款的蓝图梦想家 社交更加简洁了 就从中间到两侧 由粗到细这么34条的镀铬去组成哈 那其实从这一回呢 我觉得它设计层面来说是要更加简单了 但因为它单条镀铬这种分量感更足 所以我就要看着要更加气派了 也有了开头我说的有点牢 那大家觉得新款旧款 哪个款式更加好看呢 两侧镀铬呢 这回直接跟下包围进行相连了 然后绕成了一个这种像半圆形一样 那因为说整个重心 因为镀铬往下挪了嘛 所以你会觉得重心往下移一些 那现在正面的车头去看它 就会觉得比之前要更加的方正一点 那其他像登组款式啊 包括说整个前脸设计语言 还是那个昆蓬展翅 就一个发光车标 向两侧去延伸 这种设计的理念呢 还是没有变化的 那外观这回呢 新增了三个颜色 灰色 青色 金色 那咱们这还展成的是一个青色哈 那其实有像比较熟悉蓝图梦想家朋友 会在想 诶 明明之前就有个金色 怎么这回又出一个新的金色呢 那这回新出这个叫做玄武金 这么比喻吧 就这回新出的有点像是 色彩非常张扬和浓郁的黄金色 那之前的那个金色呢 它有点像淡淡幽金 饱和度更低一些 那同时呢 针对像轮轨款式这一块呢 针对PHEV还有EV两个版本 也出了两种新的轮轨款式 那尾部上呢 包括说侧面 其他设计呢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就是把那个车标 现在跟尾标之前是一样的镀铬材质 现在更换成 跟前面一样的一个发光车标 这回呢 在座舱内部内饰的变化 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我先说我最直观的 就是屏幕上边 我一坐上车 之前三连屏 现在不是 是一个小尺寸的仪表屏 然后加上两个很大尺寸的中控屏 和副驾屏 那因为说我们现在 仪表屏的尺寸是很小的嘛 那为了保证说 我在驾驶啊 行车过程当中 去获取到一些必要的 刚需的驾驶信息 所以前面呢 是做了一个很大尺寸的 你看ARHUD的装置 我们再来说回一件 中控屏加副驾屏 这两块屏幕的硬件本身哈 首先尺寸很大 那像之前的三连屏 我是有一个比较记忆的点 是在于 它其实真正的屏占比 是不太高的 就你能感觉到 它中间这个黑边 阻挡的这种信息 还是很多的 那像现在 它就完全符合一个很大屏 但是窄边的一个设计 那相对来说 我们现在获取的信息啊 就要更加丰富 更加详细一些 那同时你看 车机内部 它这个首先说 没有华为系 所以说你看 它现在的这个车机系统 还是V1 也是它现在蓝图自研的 这一个座舱的系统 我会觉得说 不管比起我这两天开Free 还是做梦想家的时候 说实话 它的车机 你去琢磨它 是有一点需要时间的 但现在就要更加直观了 我觉得就比较符合 主流的一些用车的需求 但你看这么看啊 它这个Doke栏 是没办法自定义的 那在中央通道这一块呢 首先你看 空调出风口的款式变化了 然后这一块设计 其实跟很多现在走极简的新梦员的车一样 就两个高工的这种快充面板 然后两个杯架 但这一块什么呢 可不是简单除隔 我们后排说 你看像我觉得梦想家 它作为一个可能会商用 可能会家用的MPV来说 有一个舒想进入特别好的 首先你看它空悬降得很低 那这个其实高度可能就在于 我们平常那种楼梯 半截楼梯差不多 那我作为女生的情况下 我上车我不用担心我走光 那小孩啊老人上车也会很方便 而且你看刚我解锁那一下 我们二排的座椅也直接把滑轨 挪到最后面 就为了方便你非常优雅的上车来 在二排配置呢 冰箱一定是个大的亮点哈 那刚才我坐在主架位置 我打开我们常见储物格的位置 我说有个小亮点 我们后排再说 其实就是冰箱 但它是个双开口的设计 所以说咱们前边呢 主架副架也能很轻易的拿到 然后我们二排也能很轻松的拿到哈 那其实它这个冰箱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是说我们很多车在 现在主流常见的半导体的冰箱 那它就是跟我们家里边 那种压缩机的冰箱是一样的 那像半导体的冰箱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巨型的保温箱 就是它是没有制动的功能的 但像这个它是压缩机冰箱嘛 所以你能看到它的温度的温度区间 从零下6度一直到50摄氏度 制冷制洞都是可以的 并且那里边真的很大 应该是我目前介绍库最大的一个车载的冰箱了 里边你看它先放的满满当当的 你其实如果能放像这样子的红酒瓶 你能放两瓶左右 那如果说你就是放像这样子的 355毫升的小的矿泉水 我觉得这样直立的放 可能能放个12瓶都没啥问题 并且上面还能放些什么 轻轻的去挤压的一些小物件 刚才说完了冰箱 然后来说一下彩电啊 一排是新增了AR HUD一块瓶 然后这多了一个冰箱瓶的小瓶两块瓶 然后这两个扶手瓶四块瓶 然后这还多了一个吸顶瓶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新增了这个我们二排的扶手瓶 那其实里边就是像对我们二排 之前就有的零重力座椅啊 按摩呀 然后一些加热通风啊 空调啊 包括说冰箱这个舒适性配置进行调节 那其实按道理来说 它这一回呢 语音唤醒是不需要去叫蓝图了 并且呢也能控制这个二排的吸顶瓶 但我今天去试了好多次 你看 嗨蓝图 后排请说 打开二排吸顶瓶 您说的我还不理解 所以我们还是去手动打开一下吧 那在伴随我打开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它另外一个问题 那像今天我们是早上拍摄的第一家媒体 那这台车我满打满算 它也就上电了不到两个小时时间 但不管是我的扶手瓶 还是说我的中控还副驾瓶 刚去触摸的时候 你是能感觉到很明显的一个 屏幕的发热的感知的 那并且伴随着发热的感知 你会觉得它整个操作反应来说 是让慢慢排没有那么的跟手 我在想这是不是跟厂家的 出批的试装车有一定关系呢 其实你看这些顶屏 咱们通过扶手屏 是能进行角度调节的 但你看我今天不管怎么调 它都固定在这个90度 毅力不动 一动不动的 那其实刚刚我看它放的三排 是有放这么一个小的遥控器的 我想也是为了三排的人 能够更加方便去操作这个车机屏幕 到今天怎么按 它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猜测两个可能性 要么是这个遥控器没有电 要么就是咱们还是个工程车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二排顶屏的一些东西 其实内容还很丰富的 你看一些常见的APP 全部都是有的 而且它比起去年就二三年 在广州车展上边 它不是能选一个15.6英寸的 也是这么一个后排顶屏来说 它显示效果就要细腻非常多了 你看这么看起来 我觉得它这个跟手程度是没问题的 那因为说现在整车屏幕 变得很多了嘛 八块屏 所以它的车机的芯片这一块 就从整个座舱也升级到8295P 这么一个座舱芯片 接下来呢就要用我手机 学鱼类经验 跟大家开一个吐槽大会了 你看现在二排两侧呢 是多两个小兜兜 这干什么呢 这是在我们小气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不用线 直接非常轻松的把手机 应用插进去 进行一个快充充电 但就在刚刚呢 我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首先介绍一下我手机型号 14Pro 我觉得它的大小就算一个适中 然后它的厚度也就适中 甚至我现在觉得 在大屏当道的手机市场来说 我的手机也肯定不算大的那种 我想体验一下它的快充功能 我就很努力把它塞进去 但它实在是太窄太窄了 你看这把我的钢化膜给挤爆了 大家就能知道 它这个设计的是有多窄 其实我觉得它从这个功能性的 考量来说是好的 因为确实是我这样随手一放啊 很轻松的看 会觉得很惬意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但从我实际体验来说 到上市以前 我觉得它还有能优化的空间 因为我们刚刚呢 有这台蓝图梦想家 从吐鲁凡夏色回来哈 然后因为我们团队里边 都是男生大高个儿 所以我作为女生 我就一直是坐在梦想家第三排的 所以说梦想家第三排 对我来说 是有非常强的归属感 以及熟悉感哈 那因为说梦想家 它在MPV里面来说 它的尺寸也是算大的 所以三排空间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那二排呢 是我留到一个非常充裕的 西部空间的情况下边 你看我三排 还是有一个大概两拳左右的西部空间 那包括说它前排座椅下面 是做掏空的 所以我的脚还能进行往前伸 那现在这一回呢 新款是还新增了一个 三排的这个加热功能 包括说三排这儿 你看它多了一个滑轨 所以我们可以电动去进行一个前后的调节 你看前后调节 我现在把滑轨调到最后 然后它本身就是能够去电动调节靠背的哈 然后这是靠背角度最大的情况下边 我先做第三排 你看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现在感觉第三排要比第二排更加舒服一点 因为前面正好你看有座椅帮我折荡一下 又能看到屏幕 我觉得整个隐私性包括说整个的这种安全感 我就会更加足一点 那另外呢 就我们这次呢 从蓝图梦想家一路上 我们会发现它的音响系统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bug 虽然说它确实也是说 它自己是单拿的音响 但它你知道我坐在第二排和第三排的时候 很多时候音乐我都只能听得到古典声 但听不太清楚具体的歌词 然后包括说具体的音调在哪 那这回呢 它整个先换成字眼的这么一套音响系统 有22扬声器 你看 你看我现在觉得整个里边音响系统一提 一起来 我觉得影音的体验会好非常多 我已经很期待现在做着新款的梦想家再次出发了 今天看到全新蓝图梦想家 我觉得从功能性还有配置来说 确实提升不少 但是确实可能是因为工程的初期车 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优化的空间 那如果对这台全新蓝图梦想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打开大家车问小程序向我提问 我持续在前线追星车双双 当然我已经非常期待跟新的蓝图梦想家再次出发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看完视频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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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